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外交政策 foreign policy他们的一个报道 很快的在这个世界各地的这个媒体啊 特别是华文媒体非常关注 因为呢大家知道这个共产党要做一个事情 从上到下一条边的指挥 然后是全面非常积极的 要非常深入的看这个外交政策怎么说的 它这个标题很有趣 它说中国共产党在全美多所大学建立党支部 诶 这个党支部英文怎么翻呢 一看它原来用的英文呢 是用cells cells cells是什么 cells是细胞 这个胚胎细胞 干细胞 这个细胞 细胞者也是什么 细胞它是不断的生长的 所以呢 是像这个有的这个教会里边 它有一个这个所谓的细胞小组 这细胞小组是什么 因为这个教会人很多 有的这个几百人上千人的教会 这个牧师啊 传道人呢 长老啊 执事 他可能没有办法兼顾到每一位 会众啊弟兄姊妹的需要 所以呢 他就成立一个细胞小组 比方说这一个呢 全部都是这个专门的是讲粤语的 广东话的 呃 这个这一群人 他们在一起 他们还有呢 年龄是非常接近的 比方说家里都有小小孩的 呃 夫妻的年纪也都不大 他们呢 有共同的文化背景 然后呢 他们有共同的现实需要 所以聚在一起呢 讨论 比方说这个 呃 结婚没有几年呢 夫妻之间会有些摩擦 这个话要加一下修正 结婚很多年 夫妻之间还是可能会有摩擦 只是大家知道这个 呃 结婚第一年的 英文叫做止婚 什么叫做止婚呢 那个止拿起来咔嚓 一撕就破了嘛 所以呢 这个结婚第一年呢 通常是离婚率最高的时候 呃 随着到后来啊 双方的这种相互的这个磨合 呃 慢慢这个婚姻就越来越稳固了 几个月前呢 听到有一个消息 说这个一对夫妻 两个人呢 加起来 将近一百六十岁 这个 说要离婚 告上法庭 法官说 听完了两个字 两造的这个 各自的诉求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法官的裁决是什么呢 先回家休息休息 下礼拜再来 不用等他下礼拜 回到家这个事情就解决了 结婚几十年了 像我们这个老布什夫妇啊 他们两个人呢 相识76年 结婚73载 这个 说呢 按照这个 巴巴拉 这个老布什夫人的讲法 他们还会为一个事情啊 稍会有点政治 至少为这个事情 是公开的讲的 他说今天晚上该谁祷告 因为他们夫妻俩 说每天晚上一道祷告 然后就请 那有的时候呢 这个太太讲 今天我累了 做家事很烦 哎呀 你带我们到 好了 先生说我做总统 我不累吗 好了 这当然也是一个小小的摩擦 好了 所以呢 就是夫妻啊 大家都比较有一些 共同的这些可能问题 孩子成长啊 要为这个孩子 找什么样的钢琴老师啊 这个住在什么样的区域啊 然后孩子的这个接送问题啊 所以呢 哎大家好像 呃情况类似 彼此呢 都能够相互体谅 所以呢 就让你们大家就成立一个 这个所谓的细胞小组 在这里边呢 是一个相互支持 相互鼓励 当然也是一个互吐苦水的 这么一个组织 这个细胞 它是很有 它这个意涵的 是一个大家呢 彼此体谅 彼此关怀 相互打气的 那么在这个 外交政策 讲说现在 呃就成立了一个党组织 在这个大学校园里边 这个 党支部 他说呢 这个现在啊 好几个州都出现这个情况 我们看这个讯息 它是包含伊利诺州 加州 俄亥俄州 纽约州 这几个华人最多的州都有了 康奈迪克州 还有北达克他州 西维吉尼亚州等大学校园 纷纷出现了共产党支部 他说这个提供讯息的是在这个 呃 相互伊利诺大学 University of Illinois Hibana Champaign 这个地方 这个校区啊 是非常大 人数非常多 中国的学生在那里也很多 他说呢 那里的学生啊 跟他们讲 说就告诉这个 呃 外交政策 他说呢 他们是这个有九位 从呃 中国大陆来的学生 那还有 这个老师 他们呢 是到这里来参加 去年了哈 说去年的 暑期信息 这个科学与工程 交换课程 那么这几个学生啊 他们呢 都是这个从华中科技大学来的 一个学校来的 因为这个 好几个地方跟香槟的伊利诺大学 他们有这种交换合作的计划 说他们呢 在这个学校 他们的一个 这个宿舍大楼 叫做这个霍金斯大楼 在这个霍金斯大楼三楼 成立了一个临时的党支部 因为他们是交换学生 他不是长期住在这边的 所以呢 等到几个月的 也许都是一年呢 就交换计划结束 他们就走了 所以呢 成立这个党支部啊 是一个 等于是一个临时的党支部 这个党支部呢 的讯息啊 是公开的 为什么呢 他们说这个四季学校 刚刚讲华中科技大学 于是在华中科技大学的 网站上面 就有他们成立 党支部的讯息 还发布了照片 然后说这个 党支部啊 还举办一些活动 比方说有一个 这个举办了好几场的专题研讨 其中有一场的专题研讨 叫做官改革大事 谈四个自信 就是完全符合 这个党所要求的 所期待的 然后呢 说这个 这个党支部的 这个职责角色功能 是什么呢 就是要加强党员学生 对于高举思想旗帜 坚定思想方面 等各方面的认识 这个 在美国人 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在中国 觉得是应该要努力去做的 为什么呢 他说啊 这个按照外交政策的讲法 他是在校园里面成立党支部 是透过这个组织 能够强化党所希望 这个学生能够激发的思想 还有呢 就是要监视和控制 学生的思想类型 说啊 这个这些学生啊 他们在离开中国之前呢 就给他们开了课 就开了课 这个作用是什么呢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就是说 让他们认识 法轮功危害 大家知道 法轮功在中国大陆是 禁止的 是遭到打压的 还不是传出 法轮功学员 遭到迫害的讯息 那么 可是呢 在美国 法轮功就跟其他的 各式各样的活动一样 它是一个公开的 它只要不违法 没有人会限制 它的这个成立 它的存在 它的发展 它的吸收 然后这个扩张 没有人会 也不可以或限制它 因为它是一个合法的组织 这个 今天啊 你要在美国 你成立一个 专门研究共产党的 没有人反对 没有人限制 你要专门研究一个 是共产党的 这个祸害的 你也可以 很自然的 可以 吸收大家成员 你也可以专门研究一个 歌颂这个 祖国的建设 歌颂这个 习主席的 专门研究这个 习近平新思想 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我也会让你成立 在校园里面 本来就是一个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地方 那么 但是呢 现在成立了一个 这个党支部 这个党支部 它是有特定的 这个对象的 或者说 它是有它特定的目标的 那么这个 就会引起很多人关注 然后说 他们这些学生 在离开中国之前 就先来 要研究 让他们充分理解 或者要强顾他们 对于法轮功的危害 这样的认识 然后呢 这个他们这个 来到美国的 这个 有这么一个党支部 党支部也告诉他们 其实他们离开在中国 在离开中国的时候 中国已经告诉他们 你们将来在美国的时候 要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要看看 这个同学之间 有没有人呢 存在着任何颠覆的情况 所以颠覆呢 就是比方 你对党的这个思想动摇了 或者说 你对这个国家领导人 开始有所怀疑了 所以呢 说啊 这些学生啊 特别讲师生 因为有这里面有学生 还有老师 有这个学者 来美国 交换研究 说他们回到中国之后 要一对一的汇报 谈自己 谈其他人 在国外的表现 这个就 一方面是自己要交心表态 一方面就是要能够这个 把你看见的别人的情况 别人有没有对祖国不忠啊 对吧 这些事情给揭发出来 举报出来 回去是一对一的 跟这个天主教的神父告解一样 没有别人知道的 然后呢 说成立的这些这个组织啊 现在看来是党在全球要强化 直接控制的一部分 那么他的目的是要隔绝 留学归来的学者和学生 会这个受到这个有害的意识形态的影响 而且呢 也进一步了解 每一个人在海外的思想言行 这个说 在中国共产党方面 对于成立这样的组织 觉得是天经地义的 比方讲说是官媒啊 环球时报 专门有一个报道 就谈到说 海外党支部的数量不断增加 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影响力日增 而且呢 说海外党支部也负责推动党和政府的政策 所以在中国觉得这是件好事 可是在美国呢 他基本上还不愿意公开 或者说是 他觉得还是有必要遮遮掩掩 这就说了 说明一件什么事呢 他知道 搞这个党支部这种活动 在美国 在这个 这样的一个这个 自由开放的地方 你需要符合法令规定 大家知道 美国有一个所谓外国代理人法 简称叫FORM Foreign Agent 这个一个法律 Registration Act 外国代理人登记法 意思就是说 你今天你要是帮外国 在美国从事于游说工作的 包含这个外国的政府 外国的政党 那你就必须在美国登记 每半年一次 要填写一些相关的资料表格 然后呢 司法部 他知道司法部登记的 但这个司法部把这些资料汇整 要每半年一次要报给国会的 就是要知道外国人在美国做了些什么事情 特别是讲这个政治有关的 你比方讲说这个 你今天像这个台湾啊 在台湾现在是国民党和民进党 这个相互都有可能做执政党 另外一个就是做在野党 从前呢 这个民进党当政的时候 2000到2008年的时候 国民党在美国呢 他有一个叫做这个 就是这个 等于是一个在美国也是从事于游说的 所以游说者也包含 他要在美国这边就告诉美国 他说民进党做的事情是怎么样 我国民党政策是怎么样 有这么一个机构 那么相对的呢 就是这个 在2008到2016年的时候 马英九做总统 那个时候呢 民进党在野党 民进党呢 在美国也成立了一个组织 这个民进党在 他这个在美国 他就是在 从事于各项的工作 他有个表格的 你知道这些表格填得很细 比方说你的这个 什么时候成立的 你的这个预算多少钱 然后你的这个主要的工作的目标 他的方向 经常这个要来传达的一些讯息是什么 这个都是要清楚的把它列出来的 因为美国人想要知道 这些人在美国做的事情 有没有这个构成这个违法的 或是潜在的危害社会 你比方说你这个 在美国你的做你的目的 是要这个 介绍这个纳粹主义 哎呀拜托 受这个纳粹之害还没受够吗 那当然 你这个不会容许你存在的 那么也就是说 在美国这是一切的活动 是一个公开的透明的 是要依法登记的 那么现在这个党支部在美国有没有登记 这个马上就一查就知道了 然后呢 这个现在 这个刚才讲的是 香槟伊丁诺大学 伊丁诺大学呢 说他没有这个正式答复 他们知不知道 这里面有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学生中间成立党支部 但是这个学校讲了一句话 他说我们呢 重视学生的安全 同时呢 我们的责任是要确保学生能够很自由的在校园里面追求全面的教育 好了 这个是讲的这个在伊丁诺 然后还有说这个前几个月在加州 戴维斯加州大学有七位中国访问学者 到了大学校园之后就在校园里面成立了一个党支部 那么为什么这个大家知道呢 因为啊 他们是从大连理工大学来的 所以这个大连理工大学自己学校网站公布了他们成立党支部的消息 还这个说了这个党支部成立于11月4号 目的呢 是吸收新的党员 是为党员提供最新的理念 帮助他们防止西方思想的腐蚀 党支部还这个说这个书记 还有名有姓 另外他这是英文写的 翻译成中文应该是叫穆辛森 然后呢他还这个接受这个媒体的访问谈有关于这个党支部的工作 不过后来呢说这个党支部啊 解散了 因为当地的这个法令就像我刚才讲的外国登记人外国代理人登记啊等等 那是联邦的法律 在这个地方上呈市里面或者州 也许有其他的规定也说不定 总之呢这个党支部就成就就就就这个解散了 这个说啊 现在他们在网络上还可以看到说 呃成立党支部的时候啊 他们在这个印有党徽的红旗面前合照 然后呢这个还谈到说 他们在刚刚讲说回到中国之后跟这个呃组织啊 要一对一的呃 要要讲这些情况交心 说呢这个他们要交代的事情包含的说 呃有没有看见其他的学生有反党的思想 要交代出来 然后呢这个呃 我里面就提到了说呃 这样的做法其实作用之一就是告诉这些学生 即使啊你远离祖国有万里之远啊 呃祖国啊 党还是很可以很清楚的了解你在那个地方 见了什么人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 呃 韩后讲到说这些党支部啊 很多都是临时性质的 回国之后就解散了 呃 可是呢这个在校园里面成立这样的组织 只要成立 不管你的性质是永久的还是临时的 在美国的法律其实都是有所规定的 那么这个 哦 还看到一段这个大家的这个反馈 里面呢提到了一个是这个从加拿大这边 哎 有一位朱先生讲 他说 你们讲的都是美国的情况 美国的刊物嘛 他说多伦多大学也有党支部 他解的很细 他说整个党组织啊 这边就是有名有姓的 呃 这些这个成员呢 他们是集体租房子签约的 然后呢差不多都是红二代 官二代 那么如果是公卫生 还有访问学者 他必然是党员 要不然呢留学政策审批是不让你出来的 然后呢这里边呢 他这个党组织里边有一个这个政治辅导员 他当然公开 他不叫政治辅导员 所以里面写的是他是一个地下政治辅导员 然后呢 他明明是博士生二年级 然后结果呢 还在读 修课嘛 结果他跟别人讲 他是来写论文的 他从来不上课 呃不上课呢 他的这个作用是要了解其他的同学 上什么课 见什么人 做什么事情 然后呢 这个他是告诉同学 不可以去教堂 然后就开始说这个 呃 教会里面的坏话 然后听到这个 对于共产党的这种强烈的批评 而且很多是一针见血的批评 他会马上跳起来 然后呢 他还会这个打电话 汇报领事馆的上级领导 就知道了 这个党支部 向谁报告呢 向这个 使领馆这边 然后呢 说这个 呃 他说这个人讲 他说我已经把这些事情啊 都告诉了当局 当然是告诉这个美国和加拿大的当局 呃 这个现在呢 就是要最要紧的就是 我们自己要知道 呃 这些党支部在这个地方做什么的 好了最后啊 跟大家谈一下 因为后来发现我们的一些节目的听众 他未必是从中国大陆来的 又从香港的 不是海外其他的这个华人地区 比方来从台湾来的 我把这个党支部的定义 跟大家叙述一下 党支部是党组织展开工作的基本单元 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 是团结群众的核心 是教育党员的学校 是攻坚克难的堡垒 在社会基层单位中发挥核心作用 凡有正式党员三人以上 50人以下的基层单位都应当设立党支部 好了 这是跟大家介绍这个 美国这边讲的 现在好几个例证成立了党支部 生活在这个大陆 或者是有这样的经验的朋友 就知道这个党的体系 现在越来越是无恐怖 所以我们在准备这个材料的时候 就发现 哎呀这个真是无所不在 好偏远的一个地区 实在没有多少人 看刚讲 党员三人以上就要成立党支部 所以哪怕只是一个 这个大学里面的一个研究所 研究所里面老师家学生 没有几个人成立党支部 还看到一个这个小学成立党支部 小学这个老师很多呀 工作人员很多 成立党支部 而且呢 要从小就灌输这些 这个正确的思想 正确的思想要从老师 要从行政人员开始做起 所以要成立党支部 这个在民主社会里 对于这些事情 是觉得不可思议的 因为如果是 你比方就拿美国来说 如果你今天民主党 要设一个党支部 可以啊 那共和党也要 可以在这个地方设党支部 这是公平竞争嘛 你其他党派 美国大家知道 真正这个 平常参选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媒体上看到的 那么主要的几位人士 其实在这个选票上印的人 那就不一定了 那么这个政党是一个公平竞争的 是一个公开竞争的 所以今天 假党成立了党支部的话 那一党也要可以成立党支部 美国先跟大家 大家也知道 美国没有什么党支部 这回事 没有这个党组织 这个党的这个全国委员会的主席 一般人叫不上名字来的 因为他主要的工作呢 是募款的 所以他不是一个真正在政治上 有这么多大影响力的人物 所以美国的这个 并没有这个所谓 这个具体运作的这种党组织 除非是到了选举的时候 那么这个 假设今天 共产党在学校里 势力了党支部 然后呢 你也容许其他的党派 不是每次到了这个 开人大政协的时候 大家就发现 中国至少还有八个民主党派 其他党派 是不是也可以设立党支部呢 他们这个活动 大家是不是能够彼此平等的对待呢 如果到那一天 在哪个需要设立党支部啊 也没有人计较了 你跑到美国来设党支部 那恐怕你自己也会觉得 那是非常可笑的事情了 好了 这个接下来跟大家谈另外一个题目 就是最近台海两岸之间的事情 还真不少 比方说 我们看见这个共军呢 大规模的演习 当然他演习啊 就不只是在这个台海了 他从这个南海开始 一路 还有很多这个联合演习 大规模的 出动的建制很多的 结果呢 这个有说法 说美国来了一个航母舰队 中国的演习啊 马上就改掉了 不管怎么样 就是这个 在台海的这个演习 就摆明了 让给台湾 特别是 这个独派的力量 可以增加了压力 国军也演习 国军这个 他是收徒有责啊 好不容易维系下来的 这个民主 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 这些这个 这个 让大家可以安居乐业的活动 这个体制 不愿意轻易就丢掉了 你今天到台湾去问 是 这个 很多人对国民党不满意 很多人对民进党不满意 但是你说 因此我就让共产党来做 恐怕这个比例还是少之又少 不管怎么样 国军也要演习 而且这个国军从前是要 这个 征兵制 男子啊 20岁以上 好像18岁以上吧 都要服兵役 当然这个 正在读书的话 你就可以换 征 一直等到你念完书 或念研究所 就等到这个 念完硕士 再继续当兵 后来呢 体制改了 现在又采取 募兵制 像美国一样 就是用这种 比较好的待遇 然后给你更多的这个 专长训练 给你更多的挥洒的机会 那么希望能够有 更多的职业军人 因为现在的军事 当然也是 这个专业化的程度 越来越高 所以呢 这个国军也要有演习 顺便一提 看了有朋友 在这个推特上 在问 在讨论这个事情 国军是什么 国军不是国民党军 国军是国民革命军的 这个简称 孙中山先生 当时讲说 过去的世代啊 是这个 贵族革命 现在是这个英雄革命 现在是国民革命 就是孙中山先生 在这个遗嘱讲的 他要去唤起 全民的这个意识 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 这个全民 大家共同来 这个支持的军队 因为这个军队 它的作用 是要来保卫全民的 所以这国军 叫做国民革命军 好了 再看这个国军 和共军的演习之外 两岸之间的 另外一个 在这个受到很大的关注的 就是 大陆方面呢 推出了很多措施 所谓的这个会台 这个现在有一个会台 31项措施 这里边呢 这个 包含这个台湾的这个企业界 或者台湾的学术界 或者你要到大陆去找工作 希望在大陆拓展一片天等等 有很多的优惠的措施 所以大陆叫做会台 这个对台湾来讲 不愿意用这个会台 台湾叫做对台 你对我施以恩惠啊 然后就 所以你称之为会台 我称之为会台 有点自贬 身价的味道 所以台湾称之为这个对台措施 不管会台也好 对台也好 确实大陆一些做法 让台湾很吸引台湾 而且呢 你看这个很多统计数字 台湾的年轻人呢 到大陆去发展的 不只是年轻人 台湾这个 包含这个学术界的 企业界的人士 或者去大陆投资 或者是去大陆就业 讲学 或者到大陆去任教 都有很多的这样的例证 有位朋友 他在台湾这个新闻界 做了很多年 非常资深了 然后呢 这个台湾的这个学校 请他去教课 就这个 好 说你要这个 填很多表格 很多计划 然后还要来这个试讲 然后这个系里面 有一个这个评审委员会 然后院里面 还有一个评审委员会 哎呀 这个 这位女士啊 一个非常出色的女记者 女作家 她说呢 我开始跑新闻的时候 现在在学校里 教书这些人呢 绝大部分都还没有出生 最多都是念小学 你现在呢 要我 然后在他们面前 然后让他们来 品头论足 最后决定 给不给我教 哎呀 然后呢 结果他去大陆的一个学校 哎呀 非常弹性 那个学校的领导人 看了之后说 哎呀 你这个资历太好了 就给你续一个教授吧 他就在大陆 一教教了好几年 这是大陆的弹性 其实呢 这也可能隐含着问题 因为这个教授 那这个领导人 今天看你很顺眼 聘你做教授 明天看你不顺眼 其实你照样是一个 学识丰厚的人 照样是一个 这个经历非常完整的人 照样是一个 就口才遍及的人 可是呢 也许他不高兴 或者是背后 还有什么样的一些 这个因素 总之他不要你 他就不用你 你想要有一个 这个比较稳妥可高的管道 都不可得 这也是问题 不管怎么样 就是说 这个台湾现在去大陆的很多 那么这个 有一个统计数字 说这个 台湾的 到外国去工作 或者说去外地工作 现在这个比例 我看这个统计数字相当高 他说十个台湾人中间 现在有九个人 说他愿意去海外工作 而愿意去海外工作的中间 有半数 他都愿意去中国大陆工作 事实上 现在这个台湾 在海外工作的人 在台湾以外的地方 有七十二万人 其中了三十多万 半数以上 都是在大陆工作 是的 去大陆工作呢 他有很多这个方便之处 比方说语言相通 比方说这个社会的这些习俗啊 背景啊 是比较接近的 这个他们 这很多 这个大陆有一些 这个更广阔的机会 因为大陆的市场比较大 发展潜力比较大呀 所以是很吸引台湾的人 可是呢 说是不是因此就能够 所谓收买台湾的人心 这个收买这个字 我们并没有恶意了 而是说 你今天到我这边来 让我这个地方呢 有更好的工作机会 能够有更高的待遇 是大陆的平均 国民所得离台湾很远 可是在某些行业里 他的这个待遇 或者在某些城市里 他的待遇是在台湾之上 因为这个经济诱因 所以呢 你就来我这个地方 我们这个 称之为吸引吧 是不是这样的吸引 就能够让台湾同胞 因此就认同了 现在的这种 中国共产党领导 这个 我们呢 想来想去 选了一张照片 这照片呢 就是这个 人大政协 或者是党的 这个全代会的照片 你看这个照片 这个照片上 就领导人 往那边一站 他这个投票的时候 是没有一张反对票的 这个在台湾就 很缺乏吸引 为什么呢 这个世界上 你又不是上帝 你如何能够让 所有的人都服气 别说上帝 这个魔鬼也不服气上帝 所以如果人类 和魔鬼 所有的这个生灵 大家一起来投票的话 还是有投上帝反对票的 那现在 国家领导人 得票 是全票通过 这个呢 在经历过了 民主的洗礼 之后 对于台湾人民来讲 这个吸引力 其实是打折扣的 再看这个背后 它这个背后呢 是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门 五星是什么意思呢 五星那一颗大星 还有四颗小星 代表着什么意涵呢 最大的一个星 就是共产党领导啊 共产党之外 其他的党派 都不可能和共产党 有任何别说是平等的 接近的地位都不许可 这个在台湾 它已经是这个政党 公平竞争了 当然了 会有人讲这个 台湾这个公平啊 可能是有问题 不管怎么说 至少这个在宪法上 至少在这个相对 有一个比较这个公正的 司法体系之下 这个是台湾这样的社会 那么你说这个对于 因此能够赚到比较多的钱 它就会因此而认同 那个专制体制吗 这不容易做到 所以我这个最近还看了一篇 这个美国华盛顿邮报 谈了一个 它说呢 即使它去中国大陆的工作 但是它并没有 因此就认同 中国大陆的体制 是看到了很多这个 所谓的繁荣昌盛 可是呢 也进而了解到 这个社会所存在的 很诸多问题 你看到这个台湾 退伍军人 觉得权益受到影响 就走上街头嘛 这个在中国大陆 能不能够有这样 自由表达的空间 这都是很大的疑虑 在这个台湾 如果你要有一个说 哪一个网站遭到封锁 看是什么样的网站 像这个 内涵段子 这样的情况 在这个中国大陆 那多少人 就要走上街头了 总之就是 在军事上 能够这个压制 别人这个 这个作为吗 或者在经济上 能够达到收买 这样的效果吗 这都不是件容易的事 好的 华盛顿看天下 今天就为您进行到这 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日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